这是那场2v2的平均 看一看 郝俊敏自己一脚远射 质量打得还不错 稍稍的高了 他跟朴城现在有点对位 是 看他巴坎布的速度 有机会 大家掉门成功吗 偏了一些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速度是巴坎布这次进攻的 最大的威胁 但是这个掉门还是偏了一些 不过就是吐饼还是在持续 这一季外脚背的掉射 一出脚就感觉够呛 给到进去中路 再坐回来 这次有机会了 小角度传到门前 显示出些乌龙 差一点乌龙 第一点被国安队的球员 应该是余大宝 增加威胁性 好球 再掉进来 投球顶到了 全球的速度非常快 落叠也不错 佩莱呢 甩头攻门 稍微偏了一些 拿下来 张玉宁的 倒算传过来 左脚的射门 飞向球门 但是偏了 左脚净射 吕鹏的射 吕鹏 二次进攻 换到左脚直塞 看看 打了 打门 球进了 格德斯 确实是国安客卿 对 左脚的一脚进射 在上半场的商品 古时阶段内 是主队 陆冬海山队取得领先了 这球呢 难度极大 因为并没有给他太多的空间和时间调整 左脚呢 白光一线 球队应声 来 这球传得漂亮 瘦鼠刀 一样的切进来 是格德斯速度有没有优势 一个急停在转身 可传可打 再做过来 还是格德斯 国安队这次防守 真是重置成城啊 网纲传起来 这球张玉宁停得漂亮 再打侧身零空抽 对 同时 奥普斯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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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伏在后点 这个时候完成了自我救赎 再也不会进行快乐足球了 这一力进球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国安队势头已经起来了 而这一进球是对于国安队在下半场努力的一种回报 小翠不倒好节奏 二连 这边是格德斯扣过来 还是格德斯底线再敲到后点 这边加多啊 哎呀 这个左脚的推是零空啊 对对对 都形成有效的传接 哦 直接下的是朴城了 连续单车 你看多长时间 左脚再走这边投球啊 顶得太正了 对 多长时间四打五 哦 古斯托呢 看是张玉宁 再给这边有机会 看看巴坎布 门叫出来 右脚对他们飞车球 李柱拒绝了 李柱 这一草一传 真是妙 王大雷这左脚脚尖真是关键 其实我觉得如果巴坎布稍微调的再向里一点 也有可能被王大雷脚尖蹦过 哇 就差这么一点点 后卫的体系呢 当成B方 还要起速度 但那些还是王刚打 哇 巴坎布 你就打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差之毫离来自于王刚 这王刚还能起速度 真行 李柱上场以后呢 就站在自己的左边了 给过来 空位找出来倒三角 有了 有机会 球打进了 来自于佩莱 他终于可以释放自己在去年做这杯决赛两回合面对中和国安没有进球的尴尬 佩莱打进一球 而这个球使得主队现在再度领先 给的漂亮 远端有巴坎布的跑位 这球传进来巴坎布 王大雷把球给扑出去 对 真棒 因为对方已经启动 这有可能相撞 刘宾辩辩调整起来 这是机会 扣过来 这边有机会 哎呀 还是没进 贝莱尼已经到位了 但是射门的没有打出去 好 这个时候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